好 接下來呢 我們要這個在這個摩天輪這個大輪軸上產生很多車廂對不對 可是小心小心 千萬不是這樣齁 就是插了很多很多這個圖 這樣子圖就不會跟著這個點這樣子去做搖擺搖擺搖擺 不會喔 我們要一個技巧 什麼技巧呢 好 我們呢 先做向量 什麼叫向量 向量跟線段不太一樣 向量是有方向 它當然也有一個像線段那樣的長度 好 但是它多了一個方向 好 所以在哪裡呢 我們要做一個這個向量 過兩點的向量 有沒有 向量具有方向性 在這裡 數來第三個的下面 好 我們先點選 先點選這個這個車廂的點 好 這個車廂的點 可是剛剛這個有一個原心被我們這個跑掉了 我不是跑掉 就是我把它藏起來 是哪一個呢 好 我們把它找出來 點一下 稍微去點一下 哦 F啦 F F F 這樣 OK 這個 F 我需要的 好 所以我們來做一些向量 第一個 好 向量 過兩點 先點這個起點 再點終點 好 那記得 這個是向量 U 有沒有在這裡 向量 U 好 再來起點 中點 把每個每個向量點出來 有沒有 好 把每個向量找出來 有沒有 好 把每個向量找出來 有沒有 好 把每個向量找出來 對不對 我們盡量還是想辦法讓這個 車廂的這個 這個圖形的這個車軸 有沒有 跑到這個 F 點上 好 所以 稍微去移動一下 好 我們剛剛是不是有這個圓 你看 好 這個圓 車廂 我要稍微移動一下對不對 那我就把下面這個圓 稍微大一點點好了 好 是不是 它就可以上去一點點 好 那我剛剛按屬性 好 這裡稍微調整一下 你一定要把它調到 好 5 好了啦 5 欸 這樣有沒有比較靠近了 有啦 又比較靠近 就盡量靠近 盡量 好不好 盡量靠近 OK 好 這樣其實應該是OK的 不然等一下會不太像 好 那我把它藏起來 OK 好 把它藏起來 好 那這個向量要幹嘛呢 我們要做一件事情 我們要做這個移動 好 移動 就是 應該是說 平移 有沒有 這裡 平移 好 從右邊數來 第三個 好 平移 好 平移什麼呢 我先選這個 車廂 再選要平移的這個向量U 有沒有 這樣是不是就過來了一個向量U 所以才說 這個 有沒有 這個點要盡量靠近它 過來才會盡量靠近它 不然會怪怪的 欸 你看 我好像還是差一點點 對不對 好 再稍微調整一下 剛剛這個圓 好 這個圓 好 這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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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個圓 我剛剛除以5 好像變得比較靠近了 讓它放大一點 我乾脆除以什麼 這個 呃 再改一下 好 4.8好了 好 Enter 欸 有沒有 再靠近一點 好 那如果4.6呢 好 4.6呢 欸 你看 是不是就越靠近了 再一個好了 好 那剛剛早知道就4.5 Enter 好 這樣應該很靠近了 對不對 好 這樣很靠近 然後再藏起來 好 這樣很像 好 再繼續哦 好 平移 好 平移 好 平移 按一下 好 對這個圖形 做 向量的 欸 對圖形做向量的平移 好 再按一次 再一次 好 平移 好 按這個圖形 好 有時候沒有按到 按到別的地方 對這個向量的平移 好 這樣是不是一點 好 再來 好 再來 按一下圖形 好 對向量的平移 有沒有 按一下圖形 對向量的平移 好 把它每個 每個都找出來 有沒有 好 圖形 對向量的平移 圖形 向量的平移 好 對不對 好 圖形 對向量 欸 沒有 這裡沒按到 好 OK 好 再一個 再一次 好 圖形 好 要按到圖形 對向量的平移 好 這樣就有了 不過你有沒有發現 現在有一個問題 你看 當我移動這個 那個 有沒有 欸 也還好啦 喔 有些車廂到下面被藏起來 欸 感覺 很有那個層次 對不對 本來在外面 喔 觀察這後面 喔 它被藏起來了 那如果你不要被藏起來 那就把它全部 怎麼樣 按右鍵 屬性 去 怎麼樣 按進階 它的圖層 把它選 數字越大 它就越 呃 越上面 這樣 這樣就不會被藏起來 可是 我個人認為 這樣被藏起來 欸 還蠻 蠻 有趣的 有沒有 有沒有 還蠻有趣的 有層次感 對不對 而且我這樣子 喔 去按 有沒有 這樣子是不是跟著擺 對不對 好 這樣是不是跟著擺 好 接下來呢 我們要把這個向量給它藏一藏 好 我們乾脆一次全選 來 我代數區向量一次按 好 在這個向量的字 按一下 它全選 然後按右鍵 好 顯示物件按一下 它就全部消失 齁 就不會有向量了 好 現在我要對這個第一個點 有沒有 第一個點 做 右鍵 齁 按右鍵 開始動畫 有沒有 它是不是就開始在動了呢 對不對 有沒有 而且它還在做這個運動 好 你看 是不是它還可以這樣擺動 對不對 齁 還可以擺動 好 那當然啦 你如果覺得這個車廂應該在前面 對不對 那你就把這個車廂一律 有沒有 好 按屬性 齁 它的進階的這個圖層 就選1吧 齁 這樣子就會比較像了 對不對 好 然後呢 其他車廂依此類推 齁 其他車廂依此類推 就讓它屬性 好比說這個 齁 屬性進階 齁 選1 好 這樣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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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它就在前面了 好 那我們乾脆就乾脆 把每一個都改一下好了 齁 圖層選1 齁 剛剛 這裡 齁 圖層選1 好 這樣就很像了 好 這樣基本上我們的摩天輪就好了 但是 我們還有最後一個動作 就是要幹嘛 齁 就是要把它稍微美化 因為摩天輪的旁邊 通常會有張燈 結彩 一閃 一閃的霓紅燈嘛 怎麼做到的呢 好 最後 我們就來做這樣的美化囉